貓咪的社團在昨天揭露了物理補教師李鋒 在課堂上把貓咪當成了實驗品 抓起貓咪的四隻 讓貓咪墜底 網友看了群起炸鍋 痛癖根本是在虐貓 有網友在貓咪野瘋狂俱樂部 揭露了李鋒上課的影片 影片中李鋒抓起貓咪四隻 背面仇敵 說著貓咪沒關係 狗就不行了 接著突然把手鬆開 讓貓咪從高處墜地 過程中貓咪還發出叫聲 這則影片讓愛貓人士和網友群起炸鍋 痛癖根本是虐貓 揚言要向台北市動保處來檢舉 並打電話到補習班抗議 有網友說最壞的示範 不懂得尊重認可生命的人 沒資格為人施表 而李鋒今天凌晨緊急在臉書發文道歉 自己在課堂上拿貓咪做攪動量手痕實驗的影片 造成社會大眾對貓咪的安全與狀況感到擔憂 而自己是貓咪的主人 出示捐款5萬元給台灣流浪動物救援協會的單據 也分享了多張來福的日常照片 表示自己身為老師做出示範錯誤 而在此鄭重道歉 也請同學們與社會大眾切勿模仿 並好好愛護動物 臉書社團細紙集團裡面就有人貼文了 說有一名女性呢 她在4號中午在南港展覽館的捷運站的月台上面 想要搭車的時候 卻遭到了一名男子潑洒不明議題 除了她之外 另外還有一名女乘客也遇到相同的情況 警方調查監視器之後 發現是同一名男子所為 目前已經將被害人的衣物採集送片 而且掌握到了特定的對象 將會全力盡速將犯嫌逮捕到案 男子偷偷摸摸跟在女膜背後 還拿不明液體往她身上潑 根據網路社群臉書 細紙集團貼文 料性女子4號下午1點24分左右 在南港展覽館捷運站的月台遇上車時 遭到一名著連帽外套的男子 潑洒不明液體 根據警方調查 料性被害人是職業模特 曾拍攝吳念珍等多指廣告 外表亮麗 但目前尚未報案提告 另外同一天的下午1點45分左右 一名湯姓婦人在南港展覽館捷運站 靠近5號出口也遭潑洒不明液體 警警方受理並派員陪同 至捷運站內調閱監視器 發現為同一男子所為 本分局目前已將被害人衣物採集送业 且掌握特定對象 全力將犯險查期盜案 資深歌手周思杰3號傳出在台中街頭走路跌倒 結果造成了右膝蓋骨裂 而原定昨天舉行的直播也取消了 但也提到會向台中市政府來申訴 而如今周思杰跌倒的畫面也曝了光 整個人飛鋪在地 看得出來摔得不清 六十四歲音樂人周思杰 3日行經西屯區大堆石9階石突然跌倒 整個人往前飛鋪倒在前方一位路人旁邊 路人見壯立刻將周思杰扶起 但他看來已經跛腳無法行走 周思杰粉絲團小編事後發文表示 周思杰的右膝蓋骨裂至少要休養3個月 5日原本要直播的行程也宣布取消 小編也透露會向台中市政府申訴 如果是孕婦或老人受傷 那時再不敢想像 政府應該去整頓處理一下 防止後面還有人受傷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上的一間娃娃店 發生了一起離譜的事件 一名男子呢 他直接就進到夾娃娃機店 他不是為了夾娃娃 居然直接就脫下褲子當地來解放 行進事相當的囂張 原PO在臉說爆料公社官方粉專專屬 分享一段影片 看到娃娃機店門口的監視器拍到 一名男子半脫褲子就急著衝進店內 接著膝蓋圍彎 噴射黃金雨 地上留下一長條土黃色的痕跡 而不過男子沒有清理自己的排泄物 連褲子都沒有穿好就直接跑走了 原PO現狀相當憤怒 表示這間是爸媽租給房客的店面 沒想到金元有人跑進來上廁所 讓他們氣得想去檢舉 更怒喊2024還有野人在公共場合大號 沒擦屁股真的是又夠髒 號稱是全台灣最有錢的YouTuber超哥 他所創立的這個連鎖炸雞店超派炸雞 日前大家還記得嗎 他不是遭到這個直播主TOYS 要試吃評價說這連狗都不吃 甚至當時TOYS還批爆了說 新竹巨城店的員工疑似是將廢油倒進水溝 一度引爆了雙方隔空交戰 而如今超派炸雞的新竹巨城店 是在昨天晚上無預警的發表聲明 宣布他們正式熄燈指營運到這個月底 超派炸雞新竹巨城店 昨天在臉書粉絲團發文表示 感謝支持的客人本店營運到3月31日 一路以來酸甜苦辣珍惜最後一個月 如果有園區訂購還沒有吃過的人 請加快腳步 因為老闆要回去賣車做衣服了 聲明中還提到就這樣 超派有些事就不多說了 回顧2023年8月份開幕的超派炸雞新竹巨城店 在10月份就遭TOYS拍到炸雞店的員工疑似 將廢油倒入水溝的畫面 引發外界抨擊 當時新竹市環保局貨爆稽查 在調查之後確認該店的人員的確將清洗鍋具的廢污水 直接倒入店旁邊的排水溝 造成排水溝蓋以及周遭的地面油垢污染 明顯影響環境衛生 網紅TOYS熱潮和女星小麒炫的緋聞 而除了公開示愛還承認自己暈船 努力追求當中還說要養她一輩子 TOYS和小麒炫只是草作而已 真正要保護的正牌女友 其實是讓她去年鬧上尬出 已婚人妻醜聞的暴乳辣魔榮榮子 而且據傳女生為了她終於離婚成功 兩個人順理成章繼續交往當中 而照理說榮榮子已經解決了婚姻的問題 TOYS過往戀奇也是高調善愛 現在卻刻意低調 朋友指出其實是TOYS動了真感情 不希望自己的網路效應影響到女方 而且榮榮子是有小孩的人 即使單身被七弟也會造成困擾 乾脆鋪排和小麒炫的緋聞大戲 畢竟兩個人都是公眾人物 需要流量還能轉移焦點 而守護TOYS真正想保護的人 好 接下來看到藝人夏克麗 與黃家謙的婚變官司屢上新聞版面 也是網友關心的焦點之一 而有網友在社群媒體留言認為 夏克麗對黃家謙家暴應該被處安樂死 而夏克麗擔心生命受到威脅 除了違請律師提告 6號到台北地檢署 接受檢察官訓問後 也親自了揭露 目前已經不住在飯店了 改睡在律師辦公室內的房間 我之前住在一個不太貴的飯店 然後就是有受到一些生命威脅 所以就 我律師就給我睡在他們身後 算是有房間可以睡 睡得OK 很舒服的 價值就是也是會影響到重點 接著要來回答 眾多男性粉絲們後期的問題 今天應該是4號下午的時候 高雄的人武區 當時在4號下午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車禍 當時一輛這個小貨車 它是煞車不及 結果就撞上了一台BMW IXE的電動休旅車 而事發當時的影片 現在在網路上瘋傳 就看到裡面有一名穿著套裝 還有黑絲襪的女業務 當時是站在車子後方在打電話 因此很多廣大的男性粉絲就要問 這一名女業務到底是誰 告訴大家 我們東森新媒體 ETtoday找到它了 高雄人武區城管路2段 語言成巷口4日下午2點多 發生一級車禍 小貨車剎車不及 撞上BMW IXE電動休旅車 而事發當時影片在網路曝光 一名身穿套裝黑色的女業務 站在車後的畫面引起熱議 而東森新媒體 ETtoday找到它了 這名一位車禍 而被網友熱烈討論的 謝行正妹 是BMW的售車業務主任 今年25歲已經有另一半 記者透過電話詢問他本人 他表示一早就接到朋友通知 所以已經知道自己成為網友討論的話題 至於是否願意提供照片或出面接受采訪 他則是婉拒 影片曝光後讓網友歪漏留言 相處配黑絲 只好撞下去 吸引主意 不知道絲襪有沒有受傷 業務姊姊穿黑絲就是想 眼睛一直看著腿 這是傷心悅目的車禍嗎 據了解 該輛休旅車為試乘車 事發時由田姓男子駕駛 女業務則是乘客 自小貨車駕駛張男 試駕車駕駛天男 與同車乘客約28歲女子均無受傷 詳細照示原因 仍帶進一步離情 接著